小男生正和大姐姐学习帮模特整理头发 不只是梳头发还学习编辫子呢 神情专注认真的学 最后再带上发饰 小小魔法师就这样为模特设计了漂亮的造型了 这是武林国小幼儿园的小朋友参观素人家商 在幼保科及美容科的大姐姐大哥哥指导下 学习编头发整理造型 学校就希望小朋友从小体验既既既教育 我们素人家商在看到他们专业的老师给小朋友呈现 就如同目前我们一般在社会上所看到最专业的美容的技术 我想今天对孩子来讲都是一个相当难得的学习跟体验 这一系列的活动让所有的小朋友 女生也好男生也好 他们经历了一个职场体验 我想这个是我们新北市政府能够提倡 自己的教育向下扎根的最好的典范 而带着做好造型的模特儿 小朋友还上台走秀呢 面带着微笑不时做出手势 一点都不怯场 有大将之风与众人共同分享成果 带着他们的作品呢 能够也了解美姿美姨的学习的一个技能 而来到这里餐饮科还准备了 有卡通造型的手工饼干送给大家哦 是大哥哥大姐姐亲手制作的呢 我们做这个卡通的图案 主要是因为我们是有问过 我们自己家的小孩子喜欢什么样的 什么样图案的饼干 我们才来做挑选 然后做这个饼干 它是牛奶口味的饼干 因为考虑到小朋友不能吃太甜的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淡淡的口味 在小朋友心目中或许还不知道技职教育 但能到树人家商学习编头发还有走秀 更棒的是还能获得大哥哥大姐姐 亲手做的手工饼干 只觉得好好玩 是新鲜有趣的一堂课 中家新闻战役区卢秀娟 新北市树林区长报道 中家新北市